天性爱自由 阳光 空气 山泉是最爱 背着妻子把钱往外掏 原来有苦衷 想在春季的经济上面 想做一些 做一点文章嘛 既然选择了 其实我也是不后悔的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在家是夫妻 在外就是事业的合伙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复经 猪肉是餐桌上的常客 您看 炒菜 炖汤 做法是多种多样 相对来说 价格也比较亲民 但是在江西省的修水县 那里有一种土猪肉 卖价可是普通猪肉的两倍左右 而最贵的部位甚至能够卖到46元一斤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他们是一对夫妻 看着年纪不大 但是精力非常的丰富 他们不仅仅在修水县的大山里面 养殖了猪 而且通过这些猪 与广大村民建立了一种 割舍不开的紧密联系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位于湘厄干三省交汇处 这天在修水县四都镇的一处风景区 正上演着当地一种传统曲艺 《全风花灯》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演出结束后 现场最诱人的莫顾于这些烤肉摊了 镜头前的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 叫卢丹和邹灵力 他们是这次烤肉活动的组织者 也是当地一家养猪场的主人 这些滋滋冒烟的烤肉就是他们的产品 像这个我们烤的五发肉一样的 外酥里嫩 这人形状一个很好非常好吃 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烧的特别好吃 更好吃了 卢丹养殖一种地方土猪 他家的猪肉肉质很特别 烤熟后焦香四溢 让人欲罢不能 销量和价格一直都不错 卢丹夫妇在不同场合宣传推广他们的猪肉 而在老家港口镇洪苏村 村民正忙得热火朝天 正值春耕时节 最需要的就是农家肥 别急 刚回来后的卢丹又来了 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是卢丹用自家猪场的猪粪 欧制出的农家肥 有了他们地里的土质好 长出的瓜果蔬菜好吃 这个赛料 每年都喝了千多斤一枚 以前七八八斤一枚 两百 这个赛料不不升高了 那个肥料升到这个田里 都是好肥料 我也是更愿意地分享它给大家 一起来把我们的田地给种好 产量会变得更高 现在的卢丹又多了一个身份 洪苏村的党支部书记 他和村民们关系融洽 里外是一把好手 带领大伙共同致富 而这些免费送给村民的肥料 正是源于这个山间养猪场 他的这个养猪场 年出兰量达七千多头 此时 卢丹从员工那里得知 有一群猪从猪场 偷偷溜进了大山 事情严重 他马不停蹄往山里赶 几头猪是没关系 但是你二十头猪 那省事可就大了 卢丹的猪价格不便宜 虽然还不是成年猪 一头也能值五千元 如果二十头找不回来 它的损失怎么也得十多万元 可想要在一眼望不到头的 大山里找二十头猪 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可急坏了卢丹 我来拿拿拿你啊 不真的能爬 这么陡的坡吗 那是没问题啊 1780的坡度 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山高坡陡 路上全被杂草覆盖 很难看清脚下的路 这一下子我都被带勾离下来 我们踩空了那个地方 太滑了 主要是看不到前面的路 脚下不能掉以轻心 而更难对付的是这些比人还高的杂草 这个都是好砖的了 背靠着是吧 背靠着 背靠着效果更好 这边 我牵着你 越往里走 杂草越密 卢丹一边走 一边观察 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 猪踩的这个痕迹 非常清楚 这个 看它的脚型 这个黑的就是 对 一般找这些痕迹就很容易找到 顺着猪的脚印和粪便往前走 不一会儿功夫 一个熟悉的声音 让卢丹舒了一口气 我都感觉这个猪的声音都在前面了 我听到了 在那边 我看到了 我们的这种猪就叫做修水行猪 它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分的 就是下面四肢跟腹部都是白色的 上面上半部分都是黑色的 就叫四地踏雪 乌银盖月 没错 这正是从他家跑出来的猪 这种猪叫修水行猪 在修水县本地 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是江西省的本土猪种 卢丹找到它们时 这些猪正悠闲地在草堆里觅食 见有人靠近 一溜烟跑开了 又算哪儿去了 卢丹吆喝了半天 猪也不愿回家 卢丹叫来朋友员工一起赶猪 兄弟们来帮帮忙啊 半小时后 二十头猪终于下了山 卢丹悬着的心落了地 如今 卢丹夫妇的养猪场 年初蓝生猪七千多头 回乡创业十多年 他俩始终扎根大山 创造人生精彩 更可贵的是 在他俩的影响下 村民和村集体的经济收入 实现了大改观 养猪前 卢丹和妻子在城里打工 有一天 他们突然决定要返乡养猪 而且要养的是一种当地人快要遗忘的猪 修水杭猪 我就跟他说 以前我在乡下也养过这样的杭猪 成本比较高 挡得比较慢 养一年多 它的那个毛重的话 也就在一百五到一百八 它如果说你再养的一年 就是说在十三到十四个月的话 它也就两百斤左右的毛 过去家家户户养修水杭猪 可是都嫌这种猪长得慢 等卢丹回来那会儿 村里基本很少有人养了 大家都劝卢丹谨慎 可卢丹却不听 小时候吃到的 用修水杭猪肉做的菜 香嫩鲜美的味道 一直鸣刻在它的记忆深处 而当考察完一圈市场后 更坚定了卢丹养修水杭猪的想法 白猪上的环境 其实是变化会很大 但相做产业来说 其实稳定才是发展的根本 假如我来养修水杭猪 这个地方猪种的话 它整个价格的固定锁定就会更好 相比于大白猪 修水杭猪虽然长得慢 养殖的人少 但是猪肉的卖价一直不低 如果规模化养殖 肯定有转头 最初 卢丹从包中厂引进一批修水杭猪猪仔 为了照顾好他们 卢丹每天来猪场寻栏 一有空就四处请教专家学习技术 也正是靠着努力 卢丹找到了解决修水杭猪生长缓慢的办法 由于防疫的需要 我们无法进入到猪场的主养区 最终在这个检疫猪场 见到了他们 就是带花的 就是我们纯种的修水杭猪 像这个纯黑的 就是我们杂交的二代 60斤以上到70斤以上的差距 是分分钟就出来了 它的摄像时间可能是一样的 都是有七八个月 这种全黑的猪 是卢丹用修水杭猪 和杜洛克猪杂交后的猪种 它一年能长250斤左右 同时保留了修水杭猪猪肉的口感 卢丹对修水杭猪 进行成功杂交繁育后 可接下来问题出现了 整个猪群都是维米不正 赶也赶不起来 跑也不愿意跑 而且后面的话 我就拿到体温计划 一测量都是高温 那时三分之二的猪 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卢丹一筹莫展 直到他在村里看到的一幕 受到了启发 其实我们处处备备 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都喜欢买一个猪 找一个偏僻一点地方 放在那儿养着 我看他长得蛮健康的 也不好 也不费什么事 也不费什么劲 反而猪还整个体标状况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可以这么干 卢丹养猪是圈养 可随着猪一天天长大 猪圈空间小 活动少 猪容易生病 通过观察 卢丹发现 村里人养猪 经常把猪赶出来溜达 这让他意识到 修水行猪天性不喜欢受约束 阳光 空气 山泉 是他们的最爱 随后 卢丹花十多万元 承包了两千多亩的山地 开始散养修水行猪 从此 这座大山成了猪的游乐园 猪在茅草堆里钻来钻去 累了地上一趴 饿了拱泥土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你像这些猪它都在拱土吧 拱一些青草 拱一些草根吧 其实这个青草草根里面 它都有一些微量元素啊 栏里面的话 其实完全是靠配方食料 去做一些文章 但真正要去做这个生态猪肉 其实在它的摄像方法上面 其实也是要做很通俗的文章的 泥土 树里含有微量元素 有利于猪的生长和发育 沐浴在大自然中的猪 免疫力增强了 疾病再也很少发生 光吃土可不行 卢丹又在山上 开辟了一片五百亩的菜地 专门提供猪吃的青饲料 投胃之前 它还增加了一道工序 手画过筒之后呢 它吃进去东西呢 这个菌群杂菌就会变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也是符合一个和谐依据 就是它的吸收力会上去 将食物煮熟增加适口性 这样的食物好消化 蔬菜与麾皮米糠等搭配 全是地道原生态 从对养猪一窍不通 到成为土专家 卢丹把猪场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销售猪猪肉的艰巨任务 就落到了妻子邹灵丽头上 邹灵丽原是卢丹的大学同学 和卢丹结婚后 义无反顾地跟着他回到老家修水县 这里是邹灵丽建设的猪肉加工厂 他上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怎么解决 修水杭猪肥肉多的弊端 那么修水杭猪的肥肉 究竟有多少呢 重量是44.15公斤 现在的话我们来 把半山猪的肥肉和瘦肉 我们分开 看看个比例是多少 这半山猪我们分割下来的肥肉 师傅我们现在拿去过一下磅 好重啊 肥肉是25.8公斤 大概占了60%左右 这只猪的肥肉比相当的高 过去这些肥肉没什么人买 最后邹灵丽按两元多一斤便宜卖掉 可如今这些肥肉大有用处 加这个肥肉其实就是这个烤肠好吃的秘诀 这是刚烤好的我们来尝一下 来一根 看油都全部搅拌了 就是那个油就流出来了 对 满嘴都是这个肉香味 邹灵丽将瘦肉和肥肉按照7比3的比例制作烤肠 肥肉的加入让烤肠口口爆汁 邹灵丽在县城开了家专卖店 由于修水行猪的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高 一开始卖的并不好 可接下来邹灵丽做的一件事 不仅打开了销路 还让猪肉价格倍增 最贵的部位卖到46元一斤 这和邹灵丽在烤肉店看到的一幕有关 拿到菜单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 就是比如他把肉分成很精细化 有五花有这种各精细的这种板块 然后而且特别上档式 而且价格又不低 像这一份才欺骗五花肉 他卖了39块钱 这一顿饭对我的启示特别大 烤肉店消费不低 却坐满了顾客 邹灵丽意识到猪肉没人买 主要是因为市场定位错了 加上邹灵丽卖猪肉 都是简单分割成大块后 顾客要哪儿切哪儿 猪肉看上去没什么档次 于是邹灵丽瞄准外地的大型商超 和餐饮连锁 做精细化分割 而猪肉的精细分割 这意味着对猪肉的宽度长度厚度 都有明确要求 邹灵丽不懂分割 就四处寻找 终于从屠宰场 请来了有几十年经验的分割师傅 这些就是我们的精细分割 从直观上客户看得比较美观 然后每一块它肥瘦比 相当于搭配得比较好 在专业师傅的刀工下 猪肉被精细分割成二十多个部位 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 毛利润还比分割前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分割好的猪肉经过包装 卖到外地商超 而这些被进一步切片的猪肉 邹灵丽另有打算 这里是修水县四都镇的一处风景区 游客们一边欣赏民俗表演 一边在烧烤架上大显身手 而这些烤肉正是邹灵丽的产品 本地的旅游的景点 加上我们本地的戏曲 本地的这种文化 还有加上我们本地的这些农产品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完美的组合 一起向外推荐 从2019年开始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 邹灵丽和修水县的各个风景区合作 组织烧烤活动 请大伙免费品尝 靠着不断的经验积累 猪肉销量果然有了明显提升 不少人觉得好吃 还会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 于是邹灵丽将包装改进升级 长途运输肉片不会一味 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 保质期也能达到半年 现在卢丹负责养殖 邹灵丽负责销售 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 年初篮量达七千多头 生猪和猪肉加工产品 畅销省内外 见卢丹赚了钱 不少村民也加入到养猪的队伍 有人想买猪苗 卢丹主动送上门 遇到大伙不懂的技术 卢丹也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 经过大伙的一致推选 2021年卢丹还当选洪苏村党支部书记 他们夫妇不仅自己参与养殖 带动了三百多户的群众 进行杭州的养殖 在这个产业方面 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靠着十多年的努力 卢丹和邹灵丽收获财富的同时 也得到了大伙的尊敬和认可 可接下来卢丹做的一件事 让一向支持他的妻子非常生气 背着我去办信用卡 先辅助去村里边做一些事情 也没有任何商量的同时 首先就是舍弃家庭也就算了 然后还要舍弃公司的一些板块的业务 我就感觉我的压力就特别大 只是想让他理解一下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理我 不能说 说了又哭了 那时 洪苏村正在打造一个村籍体生态园 要建设22个水培蔬菜大棚 自从当了村党支部书记 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卢丹带头出力 村里建大棚急需资金 又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卢丹只好瞒着邹林立 从家里拿出100多万元的积蓄 给村里垫付 想在村基地经济上面 想做一些 做一点文章嘛 既然选择呢 其实我也是不后悔的 一年后 一个占地30亩的生态园建成了 虽然刚起步不久 如果满负荷生产 预计蔬菜年产量 可达250吨左右 能解决30多户村民的就业问题 一有空 卢丹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一起吃饭喝酒 大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的洪苏村 环境变美了 村民的日子变好了 看到这一切 周灵丽对丈夫的怨气 也就烟消云散了 最早过得很充实 每天忙忙碌碌的 以后我还是要量力而行 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 我是要听老婆的话 四肚丁 四肚丁 你早打过你 生长周期长 曾经制约了修水杭猪的养殖 而偏高的卖价 也加大了推广销售的难度 创业十年多的时间 卢丹专注于养殖技术 周灵丽则是精准的定位市场 在分割猪肉上进行突破 延伸了产业链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目前全线修水杭猪的年初篮 可以达到八万头 而年产值达到三亿元 修水杭猪肉 正在源源不断地走上人们的餐桌 好了 各位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复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